字幕提供 遺图上手指 應該就這裡了 嗯? 巧那奇言巨石之列 理含正法之形 顯非自然天成 應是封印右腳 封..右腳之所沒錯 最後也奇怪 怎麼會有個老杖 再次放羊呢? 我們既得到 既到達此處 說不定敵方虛與極致 還是先將那位老杖 推避得好 你倒是一片好心 可惜這個羊身上 都有一股妖氣 只怕 小女子好眼力 不愧是淋上老人底下的高徒 哼 龍主有令 凡是敢擋出手 出手阻撓的 一概殺無射 老夫 向來不喜歡五弦動腳 就讓這些小子們 代勞吧 原來你們早已知道 右腳埋藏 埋藏在此 龍主神通廣大 向著右腳骨蟲 邀氣沖天 他老人家也能不止 只是聽說 稍早有人在雲 林泉風上搗亂 便想將這一夥人一併去除 所以派老夫 再次等候 哼哼 說到神經妙算 我們的盟主 天下無人能及 這老頭滿腔於齒 聽得令人作惡 要打就打 說那麼多幹什麼 既然你這出人 急著歸西 老夫就成全你 給我殺 一個不了 還真有些本事 那這個如何 又來了 小心 你才最應該小心嘛 三光源 好傢伙 算老夫這回看走了一眼 不和你們繳禍了 還是先辦正事再說 鬼老頭 有種的 就過來決意死戰 哼 先取右腳要緊 理你這活人做啥 主象鬼真 萬法消險 那是 好軍人 好軍人 好軍人遇見見氣 這哪位前輩到了 是誰躲在暗處偷襲老夫 有種的就出來 我人 就在這裡 可沒躲在暗處偷襲 你 你 你是何時到那裡的 再怎麼說 老夫不一樣毫無知覺才對 你 你到底是何方神神 妖魔小丑 也配問我的名號 是誰叫你來的 哼 無可奉告 嘿 既然有高人插手 老夫 可也不能視弱 四方修魔 除 咬你 你還執迷不悟嗎 看來 看來 我不能袖手盤光了 這老兒說話客氣 其實心狠手辣 修為野生 你們 千萬可別小覷了他 多謝前輩之典 我都在這裡哦 那應該是可以 拜託不要再 不要再按太快了 哦 終於 好 有靈石拿到了 欸 欸 有欸 都有欸 兩個 哼哼哼 不陪你們玩了 萬邪情緒 破硬解副 實測 原來是掉狐狸山之際 醒 咦 武神 把腳帶走 少賠啦 這筆帳 咱們來日再算 好個諸神 還是跟他得手了 現在就先解決這些餘孽再說 唉 沒有料到諸神會避戰而退 這是我的施策 不過 是誰叫你們來找這吃油右腳 世光重大 我非問清楚不可 是王輩的主張 還望前輩贖罪 哼 剛才那老鵝 乃是名列鬼道嗜邪之翼的邪影諸神 其實你們這些娃娃對付得了的 可貪世人無知 僅以為吃油雙腳是何等生物 其實大謬不然 就算真的給我們搶到了手 要是亂用其中的妖靈 小心連命都給送 前輩此言的差異 我們才不是貪圖寶物 這些妖人 先前搶奪我們一位朋友護流黃標 害他沒辦法回京城交差 最後又請個妖女 莫害我常思伯 咱們的娘子結合可大了 他們要取這右腳 我們就偏身要和他搗亂 和他腳可沒啥觀點 哈哈哈哈 小姑娘說話有口無一心 也罷我管不了你們 和十方鬼眾有何過節 不過持有雙腳觀點重大 你們若非有心為此事處理 還是不要涉足其中回憶 多謝前輩勸告 想到十方鬼眾 並非 必非善累 若晚輩等人住一臂之地 還望前輩不另採錢 那便等哪一日再說了 你們自己跑中 我會有期 什麼嘛 這人看來也沒有多大年紀 說起壞來卻老氣橫秋的 你能聽人就有氣 封姑娘 別這麼說 這位前輩修位極高 咱們都是親眼見到的 他要我們不涉入此事 想來也是為了我們好 哼 要是依他的話 三光大哥都黃標 也就不用再查了 當然要繼續查下去 這是咱們自己的事 只是如今六腳也已失落 今後要找到這批妖人的下落 可是見莫娜難事 這以後再提吧 我會敲著傷骨中 引起越來越重 搞不好待會要起誤 咱們還是先出谷再說 封姑大哥說的事 咱們就走吧